HELLO 大家好,之前我用蒸焗爐示范做西多士 现在有部气炸锅,当然又用气炸锅试一次做同样的西多士,看看效果有什么分别 做这个西多士材料很简单,只需要两块面包,一只鸡蛋 另外我今次会塗朱古力花生酱在两块面包中间 今次这个气炸西多士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要加一张焗爐纸 将焗爐纸需要在中间剪一下,令它可以放在烤架上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忘记了加一张焗爐纸 结果整块西多士黏在烤架上,很难把它反到另一面 一份西多士需要一只鸡蛋,我将鸡蛋打到一只碟上 碟底部要是平面,和要大过一块放包 将鸡蛋打均匀后,就可以准备两片面包 这两片面包都是我自己用面包机做,很软熟的 之后我会将其中一块面包搅一些很罪恶的朱古力花生酱 间不中才吃一次,搅多些先 将两块面包搅在一起,之后就开始黏一些蛋酱 有技巧的,为了令到做出来的更漂亮 先将面包四边沾满蛋液,然后将面包放平在一碟上 将其中一面先沾满蛋液,再用小鸡蛋的帮助做另外一面 总之令到整块面包都吸满蛋液 现在面包好湿好腻,尽量不要用手指按到中间的位置 否则很容易变形 这个时候我将气炸锅浇到180度,预热5分钟 记住在气炸锅没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放一张焗烤纸,会烧着 当预热完成,就可以将刚才的焗烤纸放到烤架上 再将刚才已经吸满蛋液的面包放上面 关上烤盖,就继续用刚才180度,先气炸6分钟 够了,我将西多士拿出来,先放在碟上,把它反转 如果可以的话,就重用刚才的焗烤纸,放在气炸锅上 再将已经反向另一面的西多士放在面 将烤盘放入气炸锅中,继续用180度 气炸最后的6分钟 6分钟到,将西多士拿出来放在我碟上 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你喜欢的味道 我今次就加牛油,我自己和家人都很喜欢吃雪印牛油 觉得它很滑 之后我再加一些日本蜜糖 这种蜜糖我觉得很清甜 我现在就切开一半给大家看看 中间夹着很多巧克力花生酱 如果你问我气炸锅和蒸焗炉做西多士哪样好吃 真心说,真的气炸锅好吃些 虽然未能做到好像茶餐厅用油炸一样的效果 但我觉得也做到百成功力 最后多谢大家收看我今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我的生活点滴 欢迎大家follow我的instagram 如果大家对我平时的食谱有什么疑问或想分享你们的食谱 我都欢迎大家去我的facebook专页留言 最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提问 都随时可以给电邮我 我一定会回复大家 好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啦,byebye